这段影片是对于用户最常问的10个AirTag问题解答 1.AirTag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 AirTag是苹果推出的追踪设备 可以帮助你找回遗失的物品 你可以将AirTag附注在你的物品上 并透过iPhone等设备来追踪它们的位置 2.我可以用AirTag追踪什么物品? 你可以使用AirTag追踪各种物品 例如钥匙、钱包、手提包、行李等 只要物品可以与AirTag连接 你就可以使用它来追踪 3.AirTag如何工作?它是如何与我的设备配对的? AirTag透过蓝牙与你的设备进行配对 当你将AirTag附注在物品上后 它会与你的iPhone或iPad等苹果设备配对 你可以透过寻找App追踪AirTag的位置 4.AirTag的电池寿命有多长? 它的电池可以更换吗? AirTag使用CR2032扭扣电池 电池寿命可长达一年 具体取决于使用情况 AirTag可自行更换的CR2032扭扣电池 5.AirTag支援哪些设备? 它与iPhone之外的设备相融吗? AirTag支援运行iOS14.5或更新版本的iPhone和iPod Touch 目前,它不支援与iPhone之外的设备相融 6.我可以使用一个iPhone追踪多个AirTag吗? 是的,你可以使用一个iPhone来追踪多个AirTag 在寻找App中,你可以看到所有已配对的AirTag 并追踪它们的位置 7.我的AirTag遗失了,该怎么办? 有什么安全性措施吗? 如果你的AirTag遗失了 你可以在寻找App中报告遗失 此外,AirTag也有防丢失功能 当与其他人的设备相隔一段时间后 它会发出声音提醒附近有人找寻 8.AirTag在隐私方面有什么考虑? 它是否会追踪我的位置? 苹果非常重视用户的隐私安全 当你使用AirTag时 它并不会直接追踪你的位置 而是透过设备之间的加密密名通信来保护隐私 此外,如果有陌生的AirTag跟随你超过一段时间 你的iPhone会收到警示 以提醒你可能被追踪 9.AirTag可以发出声音吗? 如果我找不到我的物品 该怎么办? AirTag类件扬声器可以发出声音 当你在寻找App中选择该AirTag 它可以发出声音帮助你找回遗失的物品 如果你无法找到物品 你还可以使用遗失模式 当有其他iPhone用户经过该AirTag时 你会收到通知 10.AirTag是否有防水功能? 我可以使用它在户外或雨天吗? AirTag支援防波、抗水与防尘 达到AEC60529标准的IP67等级 在最深达一公尺水中最长可达30分钟 具有某种程度的防水性能 但不建议长时间浸泡在水中 它的防水能力足够应对日常使用中的轻微湿润环境 例如在户外或小雨中使用 但是在极端湿润或浸泡状况下 请避免将AirTag暴露在水中 以确保其正常运作和耐用性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